- 頭頭節目我們看到 如書用來準那一台訪問 不過輸位的修建 韓國師說 那個人自理未付輸位 請提起問題 跟李丹維等上映義不重要 也算請見這篇 用過的歐書營師所講的送導流 如送導持久團輸當 有個小孩從提供條件用 但是規範看行為送到輸位 本來來的時間一塊網絡 修建等到班師後出入門 古早起到歐書營師 韓國師醫生自有趴趴趴趴的 內陸去提出服醫 去醫師做檢查 移民的能好好報復書位 因人能有放途後報復的能 會有颱風來 那每年為了應付這個颱風 我們防汛準備的時候 就是說會做行道樹的計畫修剪這樣 這個是一個因素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修剪的話就是說針對每一種樹形 因為每一種樹有每一種樹的樹形 我們有時候會要去塑造它 讓行道樹有一個優質景觀的景象出來這樣 除了因為加藤路電 交通好事 木下來到臨時性的修剪 為了好看 為了樹形成長 感受在好的來到 露宿營業太陽修剪一拜 到頭下的程度 當上沒問題 不過當場的台北市 只要求我們帶到露宿 這個具件的並不簡單 我們修剪的一個原則 修剪的一個目的這樣 那我們如果是委外修剪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會在我們的設計圖書裡面 把我們每一個路段要修剪的那些路樹 修剪的那個幅度 修剪的高度寬度 我們都會把它規範出來 目前路樹的小姐 都有高燕繫金服公共區 也還堅持區 付出一項 雖然公路中區有要求 是在參考林武區所建議的營業在進行 不過儲產修剪的路樹 這樣接接聽到 六星頭看不見生態界蔡志豪和楊國智 還講到台中市南屯區 中民南路的片感受當情 第一次 兩次 三次 這已經看到了 至少三次了 也就是說你的樹罐稍微大一點 就必須把它砍下來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 才能夠讓它不會不會受台風而吹倒 你看這下面的根什麼 全部被截斷了 但是對於台中西政府的路樹管理 特別不滿 因為西菜的儲產有沒專業 趁在半年前 兩邊的路樹 整個本營替頭 樹花和樹葉總是減強 台中市裡面 你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它的行道樹 在修剪的時候 就是它會讓我們的樹蔭 就不見了 那它也會增加這個樹木 它有一些傷口 這些枝葉如果說它夠強壯的話 其實它所掃落下來的這些枝葉 它事實上它是具有這個保護建築物 跟防風的功能 而不是說它就具有 因為我們為了要維護這個安全的理由 然後就把這個無線上綱去修剪這些行道樹 台中市裡面的這個行道樹的管理 正好在展現都會的行政的 叫做權威性跟暴力 根本不是把這些植栽 當作是我們環境的一分子來看 只是為我們人類服務的一個 這個一個盆栽跟什麼 跟叫什麼 叫做花瓶 行道樹的修剪它的時間是 大概都是在秋冬季節 那秋冬季節有的樹種 它的樹葉就會掉落 那所以本來就已經有點光突突了 那再加上我們下去修剪 它看起來就會有剃光頭的感覺 可是經過了春天夏天 那到六七月的時候 它整個的樹葉跟那個樹枝都生長出來之後 它的那個遮音的功能還是存在的 對於市政府來說 樹枝和樹葉就相同那麼 就算梳化過一段時間 整個樹枝都來就會生出來 不過環環營師看來 路樹小節現在卻沒有專業 清潔環營的方式就會跟樹枝對相伯的幾匹 還有樹枝也幾匹 三刀就是在漸牌一頭樹 環環營師考試說 就是三刀流 三刀就把它給長度高度寬度 就跟它給剃掉了 那這個是讓樹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一個狀況 一剃掉之後它為了生活 它還是一樣長成一坨的不定枝出來 但是不定枝 以後這裡會成一個危險樹枝 因為這樣想出來的樹枝 只有利用樹枝和樹枝連接 一般來三年將四個山菜 那期間風太也會風菜採購 當外團伯 另外樹枝也會樹枝切掉之後 遲到想要照顧毛髮圖三明 本樹枝生命受到威脅 樹木最好的防護是它的樹枝 那結果你樹枝絕掉之後 那個地方它沒有辦法防護 然後會任由腐朽性這樣吃下去 那吃下去我們的樹枝要長大 結果它的 它是造成中空腐朽 那結果它的結構越來越來越弱 樹枝越來越大 颱風來當然一吹就倒了 台湾歐樹保養協會非常 陳秦瑞 這些台電力的地方的狀電樹 標本街里航上慢的公園 對於常在看到的三島流 修建路樹 其當不滿也不潘 很多行道樹就是在路邊 然後沒有人真的去關心他們 沒有人去真的為他們說話 所以我們才想要去幫他們說說話 最近陳秦瑞對台中四個路樹也特別關心 因為管理已經出現當大的問題 整個系統的機械到的橡皮樹 本身建造天佛端的樣子 雙部的樹枝和樹枝 也很適合 仍然看過魚就像發菜 完全沒有看見 同架嚴的功能 就開始控制他 控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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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中西政府要當心處 投入修改修建行 修讀 我們該該整理 之前也有以前好家 聽出背後 台中市政府行道樹修剪標準 作業規範的研究計劃 那特別計劃主持人是劉隆琪老師 那我們特別是請他針對這些歷來 受民眾詬病還有環保團體 質疑的地方 訂定簡單明確符合學理的一個 修剪的標準和修剪的方式 這個的修剪準則 是從樹的安全跟健康的出發點來做的 我們的修剪方式 修剪的時間 讓這棵樹是可以得到生長 可以得到健康的方式去做 是跟以往一直都不一樣的 規範台的路樹 兩日他來到台中 效力氣的片 為Q年經驗二國街千元路長樹 做考驗檢查 你看現在這個根系都長出來了 原來連大根都潰爛的 現在連小的細根全部都長出來了 看到路長樹恢復案後 流動器當然有先出感 因為他在那裡的路長樹 其實是在講的相親犯法 將來以後 用來得到的許多條法 因為因為什麼都改變 這個現場設施 來發明它的治療方式 土管類送給鐵壁 我們現在直接從這個孔洞裡面 打進去 因為它對它有害的這些磚面 反而變成它保護層 那非常簡單的 就變成是排水良好的一個空間 在東北街的地方 最多條法 在東北街的地方 大紀街兩年新的細胸 如果骨洞水出 銅鬚還有營養劑 關於金埔 本間四十七七 是由於這年 四十同天的環境 鋪面清潔 就是在這項治療 現在還要按廢期 就是我們拔杯 問這棵我們樹工說 我現在想要把你這 全部的鋪面拿起來 醫治你可不可以 我自己連拔十幾杯 十幾次答案都是否定的 那我想說是不是樹工 不願意讓我異議 我就再補給他願意 但是我說是不是我這個技術 非常不好 他說對 純不得發派雙倍的掌握 由比試本件 重複吸收水同樣分 這行正經靠網流動去 所以我就想盡辦法 到日本去繞了一圈 找了非常多的樹醫生 他們目前在做的 有沒有能夠解決這個方法 這個問題的方法 就沒有 沒有人能夠辦得到 那時候我們就跟日本的 我有一個教官 我們兩個人就研討了很久 就想到如果用水的力量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找了非常多的 大型的機械 包括大型的水刀來做 果然水是辦得到的 流動去醫師的研責和觀念 會運用樹本性的法國物質 和救護資格的能力 提供他的條件 並不外頭想到的素材 做鐵頭工 同時沒有用任何他做物 關於南外以外 有名的樹醫生小文匯 統計沒有空款 鐵頭書文匯的素材 進行外科修術 和藥物治療 做外科手術 他就是把患部切除 然後不要讓病原菌 再繼續感染下去 還要進行碳化 那碳化的環境 可以阻止這個昆蟲 跟病原菌的感染 是 那我們現在 那碳化完了之後呢 那我們還要就是 放一些木炭做填充 那讓這個裡頭 碳化的環境比較多 還有木炭可以吸收一些水分 那所以裡頭的含水力 如果降低的話 可以阻止病原菌的蔓延 小文匯對醫師 以好感研究和治療 已經有13年的經驗 兩年二十四位頭 東南條四 二十條八十元 兩棵桂花樹 經過進程的進展 其他兩棺材進行外科手術 二百個工廠動態 沒有必要清除的素材 和動態大 這棵桂花樹 有個難度是因為 它這個腐朽是 連接到地底的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要檢測 說它底下感染的情形 是怎麼樣的 小文匯安東原來 如自己的私物經驗 二百個因素應該沒有問題 南外幾十萬元來 為民眾移宿 綜合五十錢 同時穿台灣行跳跳 日間外國五台車 這一輛已經是第六輛了 已經開了三十六萬多公里了 因為我們看素 就好像我們今天到這個位置來 不是說素搬到我們那個辦公室去 我們素醫生其實它是個事業 它不能說算是個行業 那我是還好在台大還有個位置 那所以其實我可以做我有興趣 那快樂的事情 萬內儀宿十萬元 小文匯也是為二十六輛入宿 進行治療 幾乎中心太好的流動器 都有當勤的感受 這個傷害入宿生長街 因為人數仍然太高 太刺眼地亮 這種病重害的反而是比較少數了 都是人為的問題 它佔的比較多了 因為是一些觀念的問題 它不知道怎麼樣去照顧素 然後衍生了後面很多素的問題 最大的病源是人 是人 包括人的撲面的建設 還有它人的踩踏 錯誤的移植 修剪 特別是在修剪的部分 人很輕易地修剪它 認為造型美容 可是事實上是素的器官被截肢了 那截肢了以後 它造成的潰爛是非常巨大的 台灣路樹的修剪 統計跟人家修剪 受到正義 除了磨蠟專業和管理之外 國際創業界 開頭當初種的世界 就已經出問題 整個台灣的問題就是 他們在種這些行道樹的時候 他們樹種沒有做過評估 所以自己這些樹長得很大 然後在修剪的時候 他們沒有規範 然後縱使有規範 他們在做的時候沒有落實 那所以才會造成這一連串的問題 讓我們做好幾乎 這個地方我們做好幾乎 我們來做好幾乎 那幾乎也是 中國的中國的中國 有很多信用的 那一回事 我們要做好幾乎 那今宵之外 都會做好幾乎 只會做好幾乎 那一回事 但那一回事